各位专门大家好 这堂课我们来介绍各组操作功能及应变资料填写 各组主要分为监测管理、保育治理、农村建设及综合企划组部分 在应变及整备资料填写我们分为四大类来说明 一个是各组任务分配说明 第二个是勤务日志管理部分 第三个是防救灾汇报记录、登陆及重要招待项目 在监测管理组我们分为如画面那五大项的工作内容 主要会使用在FIMA功能里为第三项跟第五项 在上级交班级列管事项汇总我们需要追踪EA2请勿入制 并且在防救灾汇报结束会议结束之后 需要将会计录登陆在功能EA3里面 就是本局防救灾汇报记录登陆作业 保育治理组主要做的是各线市应变中心通联测试 并且将通联测试结果登陆在EC2功能里面 如有交办单等四项叙述论则到ED1里面做交办单登陆作业 并且输入请勿入制在EA2里面 再来是定期追踪ED1跟ED2就是交办单与交办单管理作业 追踪追踪交办单与交办单的进度与再行追踪会整 并且可在EC7事工程安全检查统计里面去确认结果 也可在ED6的EC7里面确认墙充修工程核定与进度控管部分 农村建设组部分需于每日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4点及往上8点完成应变措施 包括一份在EA9的功能 其他有如简报制作及防灾绘汇报准备事项等 综合企划组续早上8点及往上8点汇整统计本局及各分局动员人数的部分 在EC4功能里面去做统计结果与填写 树散人数地点等统计汇报一样在早上8点及晚上8点部分 在EC5及EC10里面可看到汇整结果 如需登陆树散人数地点等统计请登陆在EC5功能里面 345就是图16警戒发布说 区区确认与各县市应变东西确认是否收到传证等讯息相关检视 56为传证机检视确认是否正确或异常 第六个是电视局网路语情回应的部分 再来我们介绍请勿计之管理在EA2功能里面 主要是方为各大组都会去做登陆作业 主要是记录应变小组开设所有的过程的事项 并且经由应变系统处理之应变事项 如开设或是发布潮报单等资讯 系统均会自动记录在请勿日志管理里面 在请勿日志管理我们在做登陆在新增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方面 提供录制人员登陆上级交办事项及记录应变过程中重要的工作事项 在登陆完成的时候 登陆完成的时候会显示在请勿日志上面 那我们这边有个练习题提供给大家是说 我们主要是练习是电话联系国姓相公所 询问目前在请集需要支援事项 那这边我先做个简单示范 就是我们在EA2请勿日志功能里面去做请勿日志登陆的作业 我们通报途律可能是来自电话 电话 通报途律是询问国姓相公所 国姓相公所是否去支援 我们回报可能是会请或是什么其他例我们先以测试来看 这是以测试结果我先打试 当你做储存之后,只会当下马上更新在上方的勤务日誌,并且依照你通报时间来做排序 再麻烦各位长官来进行练习体的作业 并且记得是请在FilmArt Test的网址上做灯打作业练习 不要在正式计划生避免的错误 再来是检测工人组的防救灾汇报记录登录作业 使用时间在本局应变小组召开防救灾汇报结束之后,填写会议记录登打作业 并且查询防救灾汇报记录举及局长交办重要事项 功能介绍在EA3里面,本局防灾汇报记录,一样中间有个新增会议记录 当你填写的时候即会出现下方词画面去做灯打作业 主要填入主持人及初练习会员的人员部分 当储存之后呢,我们必须在列表的右方有个编辑 就是那支铅笔的图示 填写之后将本次的会议记录填写在指示事项里面 并做储存的动作 那练习体我们要来做会议记录登录于系统的练习作业 那我这边一样跳到EA3里面的本局防灾汇报记录作业 去新增一笔新增会议记录 今天我们自动带入局长于清道部之后 确认完没问题之后我们就按储存的工作 储存完之后或新增一笔之后 我们在右方做编辑动作 即可登打一些我们主要事项是注意事项的人 就是会议结果的注意事项 登打在里面之后做储存 即会更新在简报上面 即可看到我们得出的一些解论 与会议记录的结果 可以可送入列印 再来是重要交接事项 如交接前有任何事项未完成 应该将重要事项均填入此系统里面 在1A5的功能 交接前需先行检释有无重要交接事项 如已办理完成 请将中态修改为已完成 那我们如图所示 在1A5的功能里面有个新增交接事项部分 我们就可以在点选之后 就会出现如下图交接事项维护部分 我们就可以去做填写说 今天有任何事项需要交接 可以将内容填写在里面 并按新增的作业 好 那利息笔一样是登入在交接事项部分 一样我们在1A5的部分 中央这件项目 我们可以做 新增交接事项的动作 当我填写完之后会自动带入时间 交接事项 例如说我们国庆商工所边上区联系 我们就可以按新增动作 新增动作它就会显示办理中 在下一期的办理人员就需要 轮值人员就需要确认说 是否有任何交接事项 需接手已完成的部分 那你完成之后 也可以在这里做编辑 做变成已完成的功能修改 如果已处理完成 我们就修改成已完成之后 再按修改变成已完成的事项 好 那就到此 各位讲官大家好 那我们就继续各组操作功能 及应变及整备资料填写的部分 在1C2地方应变中心通联记录功能里面 主要是记录与查询应变中心的通联情形 完成通联后 不论是否接通 请立即将联络结果登录在系统中 那如下方图示所示 在1C2地方应变中心通联测试里面 有个新增的功能 在新增做点选之后 我们即会出现如下图画面所示 并且将你回报的资讯填入里面之后 按储存作业期 当下集会立刻处存 那我们也提供第二种方式是做批次货入工作 只要点选货入功能之后 我们即可下载范本 当你范本修改完成之后 选择范本档案 点选上传即可 将资料更新在系统里面 再来是1C3地方请联络通联记录 功能与1C刚刚所讲的1C2地方应变中心通联测试类似 主要是由应变中心改为接听而为防灾状元或村长等等 那我们有个练习体试 请联络下列的地方应变中心 通知该辖区里面已发布土石楼警戒 请加强防范 那我这边先做一个简单测试 就是在1C2地方应变中心通联测试 我们确认好灾犯名称与联络之后 去做新增的动作 我们今天可能更新的是 县市灾犯业务联络人 我们联络完之后 我们是说有土石楼警戒发布通知 将联络及格 填写联络结果 好 来电单位是我们的应变中心或其他分局等等 之后我们做储存 储存完成之后 即会立刻更新在上方我们做联系的动作 好 那在1C3地方应变中心通联记录里面也类似 一样是新增之后我们做填写之后 按储存当下 所以我们会立刻显示在我们的通联记录表上 好 再次每日动员主事人数填报的部分 主要是统计本局与所属分局的动员警醒 如下图所示我们点选1C4的功能 每日动员主事人数之后 去按新增即可做新增人数统计的动作 好 那我们练习提示 请长官来填写本日动员主事人数资料 动员人数资料如下 早上10人跟晚上8点25人 那我先做个分离在1C4的 1C4的每日动员主事人次 确认人数资料和名称之后去做新增的动作 假设今天我现在填的是往上8点 我都选择往上8点 并且动员人数是25人 然后点选储存 储存完之后 结尾会立即更新在我们的主事人次里的列表里面 如果填写错误也可以做编辑的工作 例如说我实际是28人 但是我填错填写25人 我可以做20 更改修改我28人 按勾勾勾选之后 其实会做更改 那在下方是每日速散人数停写的部分 在1C5的功能 主要是应变轮值期间 各分局与地方政府 于每日确认速散人数后填报 每日应该应填报一次 主要也会方便检视目前的速散情况 再一样在下方方面的 每日速散人数按点选新增之后 即会跳出行政区日期停写时间 并将收工所及速散人数 只要来填写进去即可 那这边我应该示范在1C5的速散人数填报里面 我们确认好年度和名称之后 做点选新增的部分 确认好四项与时间之后 我们设计人数可能输散15人 收工所可能是某某国小 然后来源可能是驱工所 如果这边可以选择速散情况 以完成或是有其他特殊案例的时候 我们现在以完成 就是以速散完成的情况来看 点击完成之后做储存 取消 好 那刚刚我们点选之后 他会询问数目继续填写 我们应该 假设只有一点我们点取消即可 我们会发现立即这样子要更新到这部分 如果发现刚刚 如果刚刚停错变成双重的话 我们只要做删除一点更多即可 好 这样就填写完成了 再来是警戒区与速散情形比对的部分 在EC时 这部分的比对就会 就会从我们刚刚EC5的速散人数比对来 也会影响到此部分的统计资料 所以务必请EC5的速散人数统计部分 一定要正确 好 这边就会显示 依据分局填报的速散情形 及扯线图是有区警戒区 速散人数统计的部分 统计资讯 再来是保抑制作者的施工中安全检查的确认 系统会自动同步工程管考系统里面施工中的案件 并且由各分局将施工中安全检查状况上网回报填写之后 即可掌握工程目前的安全状况与完成进度 再来是通报统计表填写填报与查询在EC1的功能 主要是统整各项灾害整备回报资料 并且可产出列印出统计表 掌握整体的准备状况 再来是EC8的 一直在地区填报及查询 系统会自动复制前次应变期监制 一直在地区资料 由分局于应变小组开设期间上网去修正 一直在地区资料 再来是核定抢准工程明细 ED6分局针对列入紧急或附件工程案件 经则申请核定之后将系统填入至系统 本局可检视以核定抢修工程明细资料 去对应资料是否正确或是目前的进度为何 在ED7核定抢修工程统计 就如ED6的资料将资料统计起来之后 列为依照县市相证据做区分 目前的分配紧急工程处理工程及核定机费的进度等等 并且产生统计票可进行业应作业 最后是网路灾行新闻 系统会自动从网路与定期从网路收集新闻内容 如果有跟预图16有关资讯 会定期回报在网路灾行新闻的部分 就是1D9的功能里面 轮值人员可健康目前的网路继续灾行 看是否有增加灾行或是某些地区有发生自灾的部分等等 感谢'll be b